其实我发现 就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女孩子 说话特别自信 我觉得首先是 整个台湾地区男性朋友们 对女孩子包容性比较浅 爱护 怜惜 尊重 对 而且他们允许女孩子 只要她想怎么说怎么说 无论她的发音各方面都不重要 只要这个女孩子可爱就好 但咱在大陆地区 男人挑剔女人 超过挑剔自己 对女人的要求特别高 如果哪个女孩子这么说话的话 怪了 他们喜欢的 喜欢会喜欢 但会挑剔的 你知道你像我做这个 《超年三人星》节目 一个男嘉宾 大家不挑剔她长成样子 甚至说话的声音 一个女嘉宾 这观众是最苛刻 甚至说我不喜欢她笑的声音 对了 她笑得太高 这个世界对女人充满了恶意 对 充满了恶意 刚才我看她讲的时候 我觉得这都是中国文化 但两个地区的 对女人的态度截然不同 刚才我想到这点特别多 我以为你能够